這麼熱的天氣食物也很容易腐壞 如果你是上網買這個需要冷藏或是冷凍的食品 通常就要靠宅配業者低溫冷藏運送 但是消保官卻隨機抽查了15間的物流車輛發現 跟超商合作的知名業者包括了像是宅配通 還有另一家全日物流 都沒有依照消費者要求的低溫冷凍配送 宅配通的送貨車輛標榜低溫冷藏冷凍宅配道府 不過這些可能都只是參考用的 溫度計上顯示車內溫度超過30度 但是消費者的拖運單上明明都有勾選冷凍運輸 也就是要在-18度C的低溫下送到消費者手上 不過宅配通和全日物流這兩家業者被消保官隨機抽查 發現幾乎都沒依照消費者的要求 沒有壓縮器根本不是冷凍冷藏車 少部分有可能一台兩台 它是可能壓縮器它的壓縮力量不夠 所以沒達到溫度 那絕大部分還是發現它根本不是用一般車來載運 所謂冷凍冷藏的貨物 那偷查項目的一些相關的缺失 那在配通會依照相關的規範進行改善 我們低溫配送的作業區分別使用 第一個是低溫車 第二個就是說我用常溫車 但是我有那個公園檢驗 有檢驗報告的這個保冷箱加蓄能板 那確定它在配送的過程 一種SOP它的溫度是不會下降的 是這樣的一個搭配來運用 業者說的很好聽 但是消費者起到不行 甚至在網路上PO文表達不滿 因為不少人都吃過 再配同的悶窺 他們明明都要求要冷凍 不過送到手上的時候都已經融化退冰 好吃的食物都草僧了 叫人怎麼吃得下去 佳佩東表示如果民眾要求賠償 他們都會願意賠 只不過這可能不是賠錢就能了事 消費者相信物流業的專業 卻得不到想像中的品質 無疑是砸了自家的招牌 有電TV準確 兩親台報導